贝壳再次回复浑水做空报告 以授权独立审计委员会对主要指控进行内部审查 贝壳承诺的24小时内针对报告内容逐一拆解回复来了 2021年12月17日晚 贝壳发布针对浑水做空报告的详细回复 其中表示浑水抓取交易量数据的方法是错误的 其对于贝壳的新房交易GTV和收入的计算存在严重遗漏 贝壳解释我们提供新房交易的通路有四条 一、链家门店 二、平台连接门店 三、新房销售团队 四、其他销售渠道 不仅如此 在估算第一、二种通路的GTV和收入上也有明显问题 对于存量房交易GTV和收入 贝壳回应称 他的数据并非来自公司的真正数据 所以其计算的存量房交易GTV和收入都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 贝壳表示 贝壳董事会以授权独立审计委员会 对浑水报告中的主要指控进行内部审查 并由审计委员会聘请的独立第三方顾问提供协助和建议 本公司将在适当时候提供内部审查的最新信息 12月16日晚间 浑水发布报告表示 据我们估计 该公司从事系统性欺诈 将其新房销售GTV增加了约126%以上 并将其用金收入增加了约77%到96% 并表示贝壳存在幽灵门店 克隆门店 隐形经纪人等问题 还质疑了贝壳对于盛都装饰的收购价格 202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存量房交易GTV 分别为6520亿元和3782亿元 存量房交易服务收入分别为96亿元和61亿元